抱歉啦 愛人啊 不可以陪你去看電影 河妹妹牽緊緊的 不就是太陽花學運領袖 河妹妹牽緊緊的 和一名短裙搶髮妹牽手 前往信義威秀看電影 《白米炸彈客》 隨後 河妹婷也把臉書封面 換成電影劇照 甜蜜放閃 似乎也呼應 她之前說過的話 我真的很難以 我真的很想我女朋友 河妹婷在一場睡覺時 抱著啦啦熊露眠的模樣 被拍下後 引起女粉絲戀愛 如今被拍到牽手照 讓網友打句說 既然有女友 就不用再抱啦啦熊啦 而河妹婷的新女友 這是同為學運夥伴 之前也曾獻身立院的 交大學姐歐承鈺 革命情感的樣子 沒有…是好朋友而已 對…我是蠻藝族的 但河妹婷相差三歲的歐承鈺 曾擔任華融資救會的志工 算是河妹婷第五任女友 兩人在攻占立院期間 就曾被發現過蟲聖命 河妹婷抱小熊睡覺畫面曝光後 鏡頭曾捕捉到 她身旁躺了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就是歐承鈺 而她當時懷中抱著的 就是河妹婷的啦啦熊娃娃 河妹婷發現遭跟拍十分驚訝 不過人大方承認戀情 而河妹婷在大腸花垃圾畫論壇 所拖下的原位黑梯 上週被網友PO上網拍賣 創下2600多萬的天價 但得標人坦承是來亂的 事後以傳訊道歉 目前原位T再度上架拍賣 拍賣所得會全數捐給 公投戶台灣聯盟 昨晚出價已突破5萬元 金額仍持續攀升中 動新聞So Sweet 報導